近平有一座连接内陆跟水岸区域的水井桥 因为桥上装色了缤纷色彩的强化玻璃 刚刚完工时吸引了不少游客到访 但是上头的造井强化玻璃却屡屡传出遭到了破坏 不只碎成了蜘蛛网状 有一半以上的玻璃还有破裂跟弹孔 虽然证实这些弹孔是BB弹造成的 不过也因此造成了管理单位的维修困难 所以明年度开始呢 桥上的彩色玻璃将会陆续更换成铸铁饰条 也等于这水井桥上的缤纷色彩将全面消失 桥上一整排彩色玻璃让人看了赏心悦目 不过仔细靠近这才发现 强化玻璃上面不少都呈现了蜘蛛网状 甚至还有碎裂以及弹孔痕迹也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很离铺而且很危险 感觉走在路边随时它如果破掉它会伤到我们 这地点就在台南安平水井桥 连接安平内陆以及水岸区域 今天前刚完工还成了游客的热门景点 但不过最近蚕色玻璃经常出现毁损 也给游客留下坏影响 我觉得它原本好好的 然后是人为故意把它破损 真的这样我就很不应该 不只桥上玻璃破损 上头布满的弹孔还让人以为是否遭到枪击 虽然证实这弹孔和破坏痕迹 是民众射击BB弹以及敲击造成 但缺乏公德心行为 当时就曾经请警方研议是否能加装监视设备 但却一直都没有下文 警方在那地方也没有一个监视器 所以也后来都没做到这个造势者 来研究是不是以一种比较不容易破坏的一个方式来做改善 好多段的桥梁遭到恶意破坏 也造成维护上更加困难 也因此管理单位决定在明年度要把彩色玻璃换成铸铁饰条 等同水井桥上色彩缤纷景象 不久后将全面消失 也让民众大叹可惜 蒋午期台湾报道